一个人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就是你是否能够能控制自己 就是你的自制力 我们先说 就是对于一个年轻人 年轻人其实说这也没用 就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你必须得有一个界限 你界限在哪 在你不到一定的法定年龄的时候 有一条界限是不可逾越的 你不要去尝试 你一尝试就很容易出问题 现在有那种很小的孩子十几岁就怀孕 对吧 还跑到一起 还好像那意思就是他们俩是爱情 全世界都不是爱情的样子 是吧 这种就很可怕 首先是青春期是这样 青春期有了性的这个萌动 首先是一个教育 我们是个教育 教育呢 中国文化中呢 是很避讳这个事的 就是你跟谁都可以谈 这个关于性的问题 唯独不能跟子女谈 不能跟父母谈 我从来没敢跟我爹妈问过这事 没敢 我也跟儿子也很难说 你不是我儿子小时候就问我说 爸爸我怎么来的 我说你是爸爸生的呀 然后他说 我怎么是爸爸生的 我说你看 我这有一口子 你看 我做过蓝委员 这有一口子 但是我跟我儿子说 你是我生的 你看 我有证据 是吧 我说你看你妈没有 然后儿子小时候上小学了还很纳闷呢 就很 就很惆怅的跟我说 说我们班小朋友都是妈妈生的 怎么我是爸爸生的呢 我就没法改了 我这咬着牙就说呗 这就是父母之间啊 跟孩子的这种青春教育 没法沟通 它是这样啊 我们大部分大人呢 都会低估孩子的判断力和智力 绝大部分都会这样 尤其孩子在小时候 就是七八岁 十来岁的时候 觉得你知道什么小屁孩 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就瞒着你不说 比如有一个这个经典的段子 是这么说的 所以有一个孩子 一年级的小豆包啊 就一年级的孩子上小学了 上小学去了啊 隔一段时间回来 都特高兴 学了很多知识嘛 然后就跟这个爸爸说 说爸爸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是哪来的 然后他爸爸一愣啊 你哪来的 他没说垃圾桶 说你是爸爸窗台上捡的 哦我是窗台上捡的 然后就去问爷爷 就说爷爷 我爸爸哪来的 爷爷说你爸爸 你爸爸河边捡的呀 河边捡的 后来说那爷爷你哪来的 说爷爷哪来的 爷爷草堕里爬出来的 哦爬出来了 然后这小孩看完了 嗯有意思 回到自个儿屋里 给同学打电话去了 打电话说 嘿我告诉你啊 我们家族太可怕了 三代都没有性生活了 那就是 你低估了他吧 他不低估自己 他知道这个事应该怎么来 你回避这个问题啊 所以我说你在这个国外留个学吧 嗯 外国人有招吧 外国人在这方面 真还是比我们进步一点 比如说一点 中国的家长就不喜欢 让小孩看那种特亲密的镜头 电视剧里有个什么 亲个嘴儿拥抱 那赶紧别看 但外国人不一样 我当然在法国 法国是这样 他是每周呢 凌晨之后他有固定的时间 是专门播放这种成人电影的 那家长不仅不会拦着孩子看 还有的时候说 哎行 那你就看看吧 自学一下 先感受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观念上的不一样 哎呀 我年轻的时候就生在中国 没有生在法国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 对这些事特别好奇 我原来说过 一个人要读杂书 什么书都读 我不是小时候在医院吗 到医院去转眼看书 你说书少啊 不像现在你看不完的书 有的是书 书少 然后就去翻 看一本书 这么老后 我印象深刻 上面三个大字 内科学 本人爱看 本书拿着 回家看内科学 你说我这个 又不想学医 又不想考博士 读一内科学 迅速翻到复科一章 了解女人 我们小时候就这么了解女人 当时就觉得 哎呀 这个画都是线条的 不是彩色的啊 说看的不是太明白 跟我自己有点不一样 但是总比没有强嘛 就来看人家 就是 跟自己不同的女性的结构 是吧 我现在能想起那个 那个图 我现在能给你画 你看啊 这样 这个圆的 你这圆的是什么 屁股 臀部 准确的读 读垫部 就是我们小时候好多说 那个垫部 就是臀部 臀部都是这么一圆 然后画怎么画 就是你可以看 那么这种呢 因为我小时候啊 什么都看 就是 乱七八糟的书 好像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我也喜欢看 看的时候都 都特有意思 就特饶有兴趣的 去看一件事 我觉得什么事 只要你本着一种 就是 有兴趣的态度去看 这书就变得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们是通过 那样的一种方式 一点一点的去了解 这个 与自己不同的异性的 异性对于 这个年轻的孩子来说 它一定是存在一个神秘的 千万不要 家长一觉得 比如我自个儿是个儿子 一说 怎么交女朋友了 一个女孩子 这个是个女儿 一见 怎么有个男朋友追你 就心里马上就要把它隔开 你知道你越隔开它 你就越坏了 那么 如果你到了青年的时期的时候呢 你 没有自制力 不能自律 那么你至少应该做到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是什么呢 现在全世界通行的就是一橡胶套 这有很多名 对吧 英文怎么说 Condon 叫什么 Condon 我以为英文叫避孕套 对 它不是避孕套吗 这避孕套啊 现在不怎么说 现在叫安全套 因为避孕是一个功能 安全呢 是一种防范 现在全世界啊 都在这个 都在推广安全套 是防止艾滋病 性病流行 古代你这是用什么吗 用羊的盲肠做的 用羊的盲肠啊 然后这个 对 早期还有用动物的膀胱 这都是最早期 这个古代用过的方法 现在想想就不行啊 就我不知道它那个怎么能把这个味道去掉 你说你一弄都是羊的味 那它很恐怖啊 所以这种的这个人类啊 是这样 人类避孕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 它曾经被列为二十世纪十大科技难题之一 它怎么说呢 它说采取一种有效的 第一个前提叫有效 说你老是避孕失败 那就叫无效 有效 而且是高效的 经济的 便宜 你说我这方法特有效 使一回一万块 那没人使了 是吧 第三呢 是被传统观念接受的 这个很难办 就什么叫传统观念 这东西本身跟我没关系 所以你看嘛 那个避孕套呢 大家都以薄著称 就是我越来越薄 其实厚薄对男性的感受不是特别明确 对女性 我也不知道 女性可能也没啥感受 但是它是心理感受 它毕竟不是你的一个东西 它毕竟不是你穿一袜子 对不对 说你这出门穿一凉鞋 穿一袜子 这行 说你这不是 你穿一这个 但是这东西还是挺好的 这东西有很多功能 我们曾经讲过 有很多很多功能 对吧 这边你穿一个 你看你那个鞋很漂亮的吧 出门下雨了 怎么办呢 弄俩币人套上 走了 哎呦 这鞋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吧 紧急情况下 可以取水 可以给你止血 你要如果说有人意外受伤 那个东西止血是最好的 弹性很好 所以据说 避孕套的这个成就 显示一个国家的橡胶工业的最高水平 据说那个泰国的总理在电视上 作为一国的政府长官 最高长官去做这种避孕套的这种广告 是这么做的 说拿一个避孕套 说交给你们 就是 这个怎么去使用 说 你生活中一定少不了它 一定要这样 就套上去了 后来据说 从那以后怀孕率急剧增加 很多人说套在这上头了 不管用啊 说这个整个这一宿就这么举着这只胳膊来着 没说清楚 所以什么事呢 要说清楚 这个避孕套这个什么 康什么 康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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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就是 毕云涛的意思 英文嘛 他的英文 英文就这么读啊 他意思 他得有意思 他这意思 据说这最早是个人名 是发明他的人名吗 是个人名 这人怎么惨了 这人让人全天天带着 不怎么好 不怎么好 幸亏不是我发明的 你想想 中国这名字丰富啊 中国叫什么 官方名字 毕云涛 是吧 现在比较流行的名字 安全套 过去说橡皮套 还有说什么呢 气球 你那气球带了没有 过去气球吹 小孩不懂 把爹妈那拿出来 吹吹吹 你知道 现在真是太幸福了 那个东西五花八门啊 很多种 我们年轻的时候 这东西要反复用的 你现在人听都没听说过 他教你怎么反复用 就是你每次用完以后 要把它清洗干净 撒上滑石粉 很可怕 每回用之间一抖满屋子 屋屋都是粉 我那个年代就是这么说的 然后呢 后来推广计划生育的时候 要求只剩一个的时候呢 每个单位都有一个人 叫管计划生育的 然后一进门 他问 每个月领啊 那时候国家花钱 他说 你要多少个 他说 您给我二十个吧 用得了那么多吗 是你天天就干这事 扔十个 你就十个吧 十个 你说他刚结婚年轻 你给他十个 他可不是得洗了再用吗 对不对 那时候真的是 真的是教你要撒滑石粉 现在都不是 现在的东西是撒油的 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原来那东西啊 我们年轻的时候 那东西啊 撕开以后是指口袋 撕开以后滴了出来 真是一抖了全是粉 现在都是油状的 年轻乎乎的 其实说实话 我一直想问 您是不是也研究过点复科 因为我这有一本书 叫人工大流产 是1988年 马先生就已经写过一本 关于这个流产方面的书了 这是30年前写的 我当时写这个报告文学的时候呢 这个报告文学啊 这个三万多字 这是我当年啊 最初这个转载最多的一篇文章 我们今天的文章啊 各种信息的转载 都是频率很大 因为是自媒体时代 我们那时候是公众媒体 你每一次转发都是通过 其他媒体的严格审查的 这个报告文学前后转发了 大概46次 不是48次 我记不住了 赚了点稿费 那时候稿费尽管低吧 那价不住多呀 就是转了很多 那时候人也很关心这个事 我当时选了三个节点啊 一个是这个1976啊 就是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时候 一个1981 然后1986 这三个阶段 每五年 社会就发生一个巨变 那么从1986到现在 那等于有六个五年过去了 那这个社会关于 这个对青春 跟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今天跟我们年轻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 像春风十里不如你 我也没去看啊 因为我确实没有时间 因为到岁数了嘛 就是不再看青春戏啊 远远的看着这个 青春朝气的小男孩小女孩 在博物馆去参观啊什么 我远远看着那感觉就已经很好了 我当时啊 为了写这报告文学 其实我跟一些妇科医生聊过 这个那时候我父母都在医院嘛 我就有一些条件找医生聊了天 聊了天呢 就是为了写这个报告文学 我们那个年月呢 都特别讲究一个事 就叫你写哪个专业 一定要把这个专业的事搞清楚 不允许你 以其昏昏使人招招 就是你自个儿胡里八度的 你非得想办法把别人搞明白 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就跟一个当时 我在住医院啊 住医院跟一个军医呢聊事 那个军医给我讲的故事 当时他给我讲的是他们学校的一件事 就是他有一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 这女孩呢就喜欢上了一个 有父之父 今天这事好像电视剧里不写 这事都不叫电视剧啊 过去这种事是大逆不道的 这个事是风险很大 结果呢 这个 他们俩就好了 好了以后就意外就怀孕了 怀孕以后呢 这个男的就很着急 他第一他有家 第二这个事一穿帮 对他非常不利 那女孩就就不着急 就说没关系啊 说这个等放暑假的时候 我自己做 自己做手术 男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男的说你这怎么能自个做 他说我学医的 你不用管啊 结果就是那是春天的事啊 到了夏天放暑假的时候 他就选择了一天 这一天做好了 这个充分的一个准备 这个女孩就跑到这个 这个男人家里 这个男的老婆是上夜班 你知道过去经常夫妻 那个不上一个班 那一上夜班 他肯定回不来嘛 他就开始做准备 他用了一种非常古老的 一种银产法 叫水囊银产法 我前两年还跟这个 一个很有名的复展科主任 吃饭说 我还聊起来 他说这种方法特古老 现在早都不用了 水囊银产法 它是一种物理的方法 他把它的子宫内 打一个水囊 打水呢 打到一定程度呢 它就产生公缩 收缩呢 就把这个胎儿免出了嘛 结果这女孩呢 就自己让那个男的帮他 手忙脚乱的帮着他 那男的也不是医生 那男的好像就是一工人 帮他呢 就是很顺利的打水 打水以后呢 他开始公缩 你知道实际操作和理论 有一段距离 他一公缩呢 你知道公缩很疼 说这个人类的第一疼痛 就是公缩 这个因为我没有过 我不知道啊 然后人类的第二个疼痛 就是结石 排结石 肾结石 胆结石 我全有过 所以我这俩加起来 基本上也算一公缩了 就是他很疼 他一疼呢 他就停止打水 提前放水 这是他注成大错 一放水呢 他这公缩就消失了 就疼了一下 没免出 但是他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 就是他还准备了催产针 就自己给自己注射 肌肉注射催产针 然后在手忙脚乱 又打破了瓶子干什么 我写的很细致 然后呢 就把这台人免出了 免出以后天就快亮了 然后这男的呢 就一看 就是天也快亮了 都早晨四五点了嘛 夏天嘛 暑假嘛 那报纸一包 然后就把这孩子 直接扔垃圾箱里 那男的就去上班去了 上班呢 到上午十点 单位的这个 马上就把这男的叫走 把他给直接扣住了 就把他扣在了这个 这个常办室 就问他怎么回事 那男的一下就慌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说怎么会 就这么密密的事 第二天就被发现了 就是发生在那张报纸上 这张报纸上啊 有他们家的门牌号 摆密一书 而这女的就跟他说 全是我的责任 跟他没关系 当时这个学校呢 还在 就是就有人给他递话 给这女的递话 就说没意思 你只要推到了那男的身上 保留你的学籍 一个人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 学籍非常重要 你没有学籍就没有工作嘛 结果这女的 只身就把这事扛了 就说跟那男的没关系 就跟我有关系 就是我愿意的 结果 这个事就结局特别不好 后来我 我大概写了那么一句话 你给我拿过来 我看看 我写了一句话 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很 我写完这段故事以后 我就很惋惜的就去想 就是他最后呢 我写了这样一段话 大概是说 他今天是怎样一个生活呢 我们去猜测 哦 对了 我最后是这么写的 我说 这个为了严肃校计 就校方就开出了他学籍 遣送回原籍 我说十多年前的事情 今天看来过于沉重了 这个事发生并不是 这个1986 是1976年的事 就是 就是他 我 这个人应该跟我同岁 我说没必要让一个女子 为一时的所谓失足 而这女的自个儿根本不认为 自个儿失足 这有啥失足的 她为了爱情 付出如此高昂的一个代价 我说那个 这个 她现在在何方呢 她是否还记得十年前 不堪回首的那一幕 我大概是这么说的 马爷给我们讲了 这么多 倒点水喝吧 这么多 引套说的我口干舌燥的 对我们讲了这么多干货 我们这一集是不是还得来一个 还有一文物 器物 对 还有一文物 还有一文物 拿来 还什么来着 不知道 看看 来 我们拿 现在把我们这一寸光斤 一寸金给收起来 收起来 换一个 我们 每场有两 看看这个 梳子 漂亮吧 真精致 这梳子 我跟你讲 这梳子 不是梳头的 那梳哪 你梳得了吗 梳不了 我不敢梳 关键是 这是插在这装饰 这种是装饰的梳子 年代是 辽金时期 很漂亮 它就是 妇女插的 妇女过去有个拽 你这个不行 你这个都 不行 得盘起来 盘起来 我们为什么把一个梳子 拿到现场呢 就是它有一个梳理的作用 我们老说 其实你梳头最重要是梳理 把自己的头和梳顺畅 梳顺畅了就高兴了 对吧 是吧 女孩子都是这样吧 您今天是好好地帮我们把这些知识都梳理了 对 不是知识 是经验 我没那么多知识 知识都在冯唐身上 我这没有 那我们用这样一个 这个象征 这个用这样一个书子象征 我们这个梳理这个过程 实际上是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呢 一生中呢 少走弯路 少犯错误 你想让一个人不走弯路 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我们希望晚一点啊 有些事情来的晚一点 比来的早呢 就是会会更加 这个感言 或者更加惊心动魄 呃 我们的孩子从这么小开始 他就有很强烈的性意识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佛洛伊德说的 那么只不过他表现的 这个形式是不一样的 他从最初的口唇期 你看小孩最早 特别喜欢坐一奶嘴 呸呸呸 你看大了 现在倒没人坐 说你说我坐一奶嘴呢 成什么了 那么他逐渐长大以后 他会有一个强烈的 自我的一个性意识 这个意识到 我是个男孩 我是个女孩 那么这时候需要家长 帮助他去认知这个世界 我们其实很多知识 好像都很容易说出口 但是最难说的 就是我们自身 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按理说 我们每个人介绍自己的自身 应该是一个很容易的事 但家长都觉得这个事很难 你爹妈跟你说过吗 当然我 我觉得现在小朋友挺幸福的 就是家长要是不好开口 就看官父嘟嘟 帮他梳理 少走弯路 那不行 听那老头说 就是胡说 还是靠家长 家长对孩子的幼年的 童年的这种 启蒙的性教育非常重要 让他建立 这个比较正确的性意识 就是你是谁 你是怎么一回事 我原来说过 古人说呢 这个成人有三项 第一是知羞耻 你看那小孩一开始不知羞耻 光是屁股乱跑 突然有一天就捂着 不让你看 知羞耻 好 开始成人 第二呢 知恐惧 小孩就是哪高上哪去 在哪都不害怕 突然有一天 他在高处开始害怕 好 开始成人 这个第三呢 古人说的就比较高了 叫知艰难 就是事情啊 因为我特别不喜欢 很多人的态度 就大部分人会有 这样一种态度 就是这事有什么呀 我也行 老是这种态度 别人做了什么事 那人就那点破事 谁不行 人家就是运气好 老是这种态度 这个态度 是非常不好的态度 叫不知艰难 古人认为 你知羞耻 知恐惧 知艰难 你就能成人 那我们现在还告诉你什么呢 第一呢 你要知轻重 你成人以后 我告诉你还有三条 第一条叫知轻重 你知道哪个事是轻 哪个事为重 如果你觉得 你要跨越这一步 是非常重的一步 你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第二呢 要知这个急缓 就知道急缓 什么事是急的 什么事缓一到 有的事 我老跟朋友们说 我有时候说话 就变得非常简单 我所有的你的那男事 你那急事 你放三天 以后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觉得今天特别急 你觉得那个爱 已经排山倒海之势 向你涌来的时候 你放三天以后 你看还有没有这个爱 如果三天以后 你觉得淡了很多 这事就不一定是爱 那时候你就是一个冲动 那么知轻重 知急缓 最后还要应该知道一个叫 作为一个成年人 应该知进退 就是什么事可以进 什么事可以退 退没有什么不光荣的 不是说我非得 什么事都要跟人拼一死活 没必要 那么从你知羞耻 知恐惧 知艰难 到你知轻重 知急缓 知进退 它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进步 我们只不过希望 今天的年轻人 从古人说的三只 到我说的这个三只 完整的走完 你年轻的这一段 今天就说到这 我的昆晓 韩昆晓 马爷这个点香怎么点 您教教我 点香最大的 就得有火 这香呢是不要吹 一个是山灭的 一个是化灭的 别吹的 为什么不吹你知道吗 吹有吐 不哑 这香盘也好雅致啊 对 这是一香叉 香叉是瓷的 这边是江山 江山风景如画 江山如此多焦 这种鞋叉的方式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 是现代人的一种 对香的理解 古人叉香的时候 还是希望正叉 就是一炷香嘛 过去说一炷香 都是冲天的 但现在呢 这是一种新设计 鞋叉香和直叉 有一个不同 鞋的燃的快 你不信你把两根 一根鞋一根直 直的肯定燃的慢 因为直的是往下走的嘛 它肯定慢的 但是火热路热度是往上走的 你对你到着就会更快 就世界很普通 就世界很普通